從不論是817公告的第105號碼國到現在這一塊就是在隆集這邊的國家保護地 那你都可以看到他們交替罐的模式 利用政治上的敏感或法律上的認知 以及地方組織跟地方權力的這個比人家還要強厚實的權力 去占用或者是取得這些土地 這些都是一般民眾不太有辦法做到的 更誇張的事情是在他們家這麼多支援的狀況之下 依然要佔用民家的權力 依然要佔用報告局 然後來看我一見 這已經是心態的問題了 這已經不是缺什麼的問題了 那尤其是要當個立法委員 你了解法律之後是用法律來幫助的人 不是了解法律之後來獲得自己家族或自己的利益 他不只是應該要講清楚 甚至我認為他要道歉 因為民眾對於這個地方 這才都是第二選區的發展 事實上會導致民眾對於地方的希望 讓年輕人沒有辦法在家鄉 你們有未來只好離開這裡 這不是什麼操作跟肆裂 他的狀況是特例 他是利用國家的資源 佔用跟搶奪國家的資源 利用政治跟法律的小數 一般所有年輕人都得不到的能力 這不是在肆裂 這是一個強烈的地方年輕人 甚至全部年輕人的能受 逸雲也是一個年輕人 甚至逸雲的年紀應該比他還小 那我相信在我們這個同樣年齡的人 甚至比我們更年輕的人 都會希望正式的改變 能夠為他們帶來所有可能的發展 而不是這種肆裂的狀況 我覺得這問題是 是誰 沒有這麼興奮的 如果他在說什麼 我會想說 我就在說什麼 還是做什麼 在說什麼